從前,有些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現在仙達的店舖自己都做不定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於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看IG 誰救我,我契爺去Siftoff 我奶媽去Bil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Bill基都不知道在哪裡 喂小子,句句疼住了,你在哪位 我人稱打遍銅鑼灣無敵手,個個都叫我男哥 我單手打街吧,都可以贏梅圓和砰 蛤?但EVO不是在銅鑼灣打的 你別管,看招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唉,其實想聊聊科技,聊聊電玩 又不一定是師兄,猛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聊科技,聊聊電玩 還不少得搞懶劇啦 我們就是科技雜碎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雜碎網台版 今集是126集 沒錯,沒錯 又跟大家見面啦 大家好,我是謙 是大王 大家好,我是南桓 神尼 我又是嘉賓藩總 咦,藩總沒有聲音 我是被人剛剛關掉咪的嘉賓藩總 喔,不寒密聲 不寒密聲好像 不是,之前按了按鈕,忘記了按回頭 我肯定你沒有交租了 現在怎麼這麼多計畫 收到我的地 我有不幫 我有不幫 聽做不懂 回到這集節目 各位聽做 記得要加入我的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水區 記得要上去Facebook 就like我的page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逢星期二、四晚 十點半左右 就會在上面有 這個YPR放送室 播出當日出街的節目 那麼 有時候有些什麼時間調動 都少的 不多 就會在Facebook通知大家 不過今天 因為今天 播雜碎 這個星期就有些節目調動 所以現在大家星期三都聽到的集數 但是平時那天是二、四的 歡迎收看這個 《都市行情之大王上女》星期三 你這不懶惹不懶惹 你想了多久 剛剛想的 你這個腦怎麼懶惹構造 可以來想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腦一向都不知道做什麼 回合你的主題 多謝 有時候有其他節目 或其他搞作 就會在Facebook通知大家 大家記得上去 回來今天節目 今天繼續有科技新聞 那 待會應該就有 獨立一節的科技設施錄 今天 因為近來太多設施了 躲得夠了 對 最後就有一個電換新聞 先來這個科技新聞 首先跟大家說一些硬件的新聞 第一宗就是 有點新的 不是 第一宗就是一個 都老市常出現的名字 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不過上次的機器 就是我們覺得一般的 小米 是 今次說的就是 人家在西班牙做發佈會 多厲害 International 厲害 新一代的Android手機 因為它是小米 這間 這間強國廠 它現在上市了 對嗎 要面向國際 這樣就要去西班牙做發佈會 出的就是一部Android Run的機器 之前有部A1 今次出的就去到A2 第二代機 好像很厲害 如果有留意小米的發佈會 等等 你會發現 它經常在發佈會 都會跟Apple iPhone 做比較 哦 即是發佈iPhone幾倍 對 又說這個比iPhone好 比iPhone好 那些 但是呢 今次 它竟然沒有說iPhone 因為已經不視iPhone為對手 它比較的對象是什麼 它比較的對象 是一部三星Galaxy A8 一部中階二千多元的機器 哦 那可能人家 今次想供的市場 就是中階市場 即是你輕量級 就找回輕量級來打 不要去挑重量級機 就是 但你以前通常都是這樣做 今次突然這樣 面對現實 感覺好像有點疑 那現在可能變成電影對白 就行了 我不允許了 總之其實這部中階機 既然我不裝飾了 可能這樣 是啊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對回你適合的目標 也OK 可能出去 個人又不敢那麼囂張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怕被人拿西班牙火 去包 這部呢 就是Android One 最大的賣點呢 就是它有一個原生的Android 去提供 嗯 但是如果是更新 現在看看A1那邊的成績 其實我就覺得一般 例如你想 大家以為是說得很貼近 是的 因為在我們開咪前一兩個月 沒有記錯六月幾 差不多七月的時候 它才正式推出Android 8.1出來 現在才推出8.1 是的 但是你一個Android One 你賣更新的電話 你隔了那麼久才推出 我覺得是失敗的 嗯 其實它不是不想的 它之前呢 我沒有記錯三四月的時候 有推過一次出來 但是推完之後幾天 就收回了 因為慘了東西 慘了什麼 它Android One還會慘了嗎 它自己裡面有些事情去搞 我不知道 它出來幾個小時之後 就收回了 所以Android One它可以自己做的嗎 它自己搞的 OK 對 所以這個Android One 它自己 可能它跟Hardware有些問題 或者什麼東西 聽到有些危險 正常 應該沒有什麼搞的 是的 搞什麼又沒有搞的 所以呢 我就好像對這家的Android One 就有點卻步 那時候Android One 就預計它 Google 又不是直派的 總之 基本上最原生的 扔下來不用煩 基本上 他Android One的原意 就是 你那些廠裡不用搞那麼多 你直接拍下去 就能吃到 那你現在又有些事情搞一下 搞不定 要再做 即是你那些廠裡的東西搞 我真的不知道 還要搞了幾個月才能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是有點奇怪 有點妖怪 是的 現在A2 它有沒有說 都是跟回它的系統的更新 應該都是跟之前那部一樣的 但是A1那邊的成績 就不是太理想了 我自己覺得 A2 吸取了教訓 現在對手不是iPhone 現在可能是 對 對 看看你會不會好一點 我是說自己不太相信 做人設計太有自信 哈哈哈哈 因為A8都打不贏 真的 笑你又不是 是 那現在它這部 那些餡料 就跟之前一部 叫做小米6X 就一樣的 那些餡料 包括Colcom Snapdragon 660 就 6GB RAM 128GB的儲存 有雙鏡頭拍攝 那大約都是這樣 我不太記得660 是不是好像可以的 叫做 660大約 你要當Snapdragon 820 左右的水平 對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而且它現在打的價錢 都是2000左右 嗯 一半 都是一貫小米的價位 我覺得 除了一部A2之外 就出多一部 就叫做A2 Lite 便宜價版 再便宜 那下面會不會再便宜 當然 它就用了Snapdragon 625 最高4GB RAM 64GB儲存 雙鏡頭的都是 不過就變成1200萬和5000萬 不 1200萬和500萬 五千萬 救死我 剛才我沒有提到 上面我們提過A2那部 它是用1200萬加2000萬的鏡頭 其實2000萬很厲害 電話可以 電話可以 現在有些更厲害 不過不是重點 現在A2在香港有水貨買的 它暫時還未公佈 什麼時候 水貨現在的價錢是1980 有傳8月初的時候會開賣 到時再看看 任何人有興趣便可以看一看 OK 還有這個有一個特別 可能阿藍哥有興趣 了解的 就是它真三卡 即Micro SD的Snapdragon 真的獨立一個 不是雙卡 近年真的少了 近年真的少了 有興趣便自己繼續留意 但做Track Record就是一般般 過往往即是一般般 有些什麼我剛才有說過 自己想一想 自己可以再搜尋一下 有什麼喜歡 你是上市公司來的 對一些人很負責任 理論上 對 你說完你自己也不相信的眼神 包括本家也很負責任 沒有的 硬入貧薪指數那樣沒有的 又是林太和呂總 下一單我們再去 我撐你了 我不會再提 為何你要提這些 我不會再提 我不會再提 我們講下一單 講下一單馬上想 講完小米 講一下其他廠 講一下二人一八手機創業績 我只想八卦一下 其實主要是有兩間出來 想跟大家說一說 一八年Q2 即是第二季的業績 就出來了 有兩間 我看到 特別值得提 第一間是LG LG的手機部門 就蝕到混蛋 可以預料到 之前 我不知道 他又不是做得不好 但是 好像很多時候 設計上 都 很差 只是計 Q2 來講 他就虧了一百七十二 Million 好億 對 就虧了這樣的數 美金還是什麼 美金 OKOK 可能 暫時是這樣的 另一間 我想講一講的就是Lokia 因為Lokia 即是重返了出來 再打出來之後 大家又關心他的業績 到底是不可以的 他今年第二季的正銷售額 現在是53億歐元 對 比上年同期下跌了6% 其實原本 他是有錢賺的 但他最後是虧了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他裡面派股息給他的員工 派了9億多的歐元 給那些員工 原本賺錢變成虧錢 即是派錢派多了 對 但是我看到很多媒體 就在說他虧到糟糕 對 我又不知道 會怎樣理解出來 那些人 他可能看了一條數也是虧的 但是 我覺得以 Nokia 現在這個品牌來講 他的盈利 好像說他的盈利 其實都比市場預期低 但是 都算是有賺錢 對 還有 如果說起Nokia 有一件事要提起 他那時候 不是有彈的招 那個 1110 你什麼鬼 彈招仔 彈招仔 原來是有特別的東西 可以提一提 因為原來他裡面用的OS 叫做KaiOS 真的叫KaiOS Kai Kai KaiOS 我們香港人是麻糟飯 對 我的語言就是 我們是麻糟飯 但是原來這個OS 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三大的OS 即是Android和IOS之後 就第三隻到這隻 原來在印度那邊 就賣得很糟糕 即是因為夠簡單 全部夠便宜 還有做到一些很基本的Smartphone功能 又是用T9的輸入法 變成在那邊是很受歡迎的 即是一下子爬過了WM 已經不存在的東西了 對 變成了 他這個 可能都賺到一些錢 他現在 只是派多了錢 但你回到員工上 理論上 不是很大問題 至少不是兩個人出不了 只是給員工不用給多了 還有我之前看了一段介紹KaiOS這件事的影片 就說原來這個KaiOS 最初是Firefox那個 即是買了它 Firefox的OS 然後轉手輾轉之下 現在就落在Lokia手上 很有趣 變成現在有多樣東西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作為一個小氣勢 我也想提醒一下聽眾 雖然我想應該都沒有什麼 但如果聽眾是持有Lokia的股票的話 仔細一點再閱讀一下他的財務報表 因為一般 我們在經驗上來說 很多公司如果是派錢 派到由賺錢便蝕錢 一來要看的就是 有什麼人是拿那個花紅酒 而另外的就是通常這些公司 幾年之後就會發覺高層就會不斷轉換 股權也有些變動 又是這樣嗎 因為他們可能 就是拿錢走路 就是這樣 未必真的派給員工那麼好 那麼害怕 他說Bonus 你怎麼會派給誰呢 套錢撇人 最害怕是有人寫 我不解除他 是真的良心企業的 真心教了 看真一點 當然你純粹買他的電話 沒有所謂 如果你是這麼難得持有他的股票的話 那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放心了 應該都不知道了 香港應該都不能直接買的 那你是買的 你都應該想過度過 才去越洋去買東西 是啊 但是就是小心一點 可以小心一下 這個就 剛才說了手機廠業績 都很多是Android廠 而Android呢 鄧妮就被人罰了一筆金的錢 是 其實這件事可以很嚴重 可以沒什麼 是 話說歐盟罰Google 罰錢 就說他Android壟斷 這樣就罰了很多錢 罰了50億的美金 但是呢 就看看他現在Google沒有公司 就AlphaBag 他今季剛剛出了他的財務報表 他這個的罰款 已經放到他這個報表裡面 但是呢 他季度總收入 就是他這個quarter裡面 是賺了327億的美金 嘩 即扣了50億還有327億的美金 是啊 用價錢的角度去看 對公司來說 沒有太嚴重 但是嚴重的那個位置 就不在這裡 嚴重的位置 就是Android主要賺錢的來源 他不是在一些機器 在OS那裏做的 他主要就是在 他搏你用他的服務 去看他的廣告 去賺錢 而 現在歐盟呢 就是說你這個做法不行 你要轉你的營運模式 其實我也看到有些人會評論 歐盟 就是有很多人說笑這樣說 半開玩笑半開玩笑 就說歐盟等錢小 九成多 對 因為你有種感覺是 但是OS做完之後 又不是逼人用的 是廠要用才找他拿 那拿完之後 人家當然在裡面 又有廣告等等 那些東西 也不能怪他 你覺得擁鑽 你就不會用OS 用別的OS 你只做OS 有些人就是這樣去評伐 所以有些看法 純粹是歐盟等錢 純粹是 但是你負責他這件事 Google甚至付出 在這件事出來之後 就說我們會考慮改變 Android現在的營運模式 他可能就會變成closed 不變成open 就是要收些電話廠錢 即是你用的OS 就要付一塊錢 對 所以就可以有很大改變 所以這個有多有趣 可以是沒有什麼 也可以很大改變 因為他其實現在 在我們錄音這個時間 Google 我之前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他現在跟歐盟調 他歐盟推出的日子 好像是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內要付錢 那現在他這個月 可能就跟歐盟那邊 要再談一下 說一下數 先說一下數 那說得可以的就沒事了 說不可以 這樣就 不知道怎樣了 即是你不知道他很賣 然後closed了 即是變成不open source 即是要大家找數 才能用得 還是 我都找三百 我購買這五百億 還要三百多億 就當給你散指 你 不知道 你不知道走哪條路 或者IG廠一起找他 也不是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 那這件事可大可小 我覺得 密切留意 如果他真的轉了營運模式 那些 我覺得很多大陸廠會出事 是的 因為大陸廠就管著 不用自己搞軟體 就弄下去 噢 他們一定是配合多多充打這個麻痺戰 打擊我們國產的電話 那Sony LG為什麼 Sony LG三星那些 那些是慘受牽連 噢 Sony你這些是政治不正確 什麼影響到我們 我們不用這些老美開發出來的應用程式 我問你的問題 現在小米和華為都用了什麼OS 他們現在 沒有這樣的技術層面去做到 噢 就是沒有了 我們尚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是的 喂 那你說老美的東西不行 那現在又不見你自己做到 是不是 例如 Tesla 人家說 先進的電子車庫 我們國內都有我們自己頂尖的 哦 Biardi 是啊 是啊 很頂尖的 很厲害 國家都補助的 是不是 是啊 不包的 國家不補助的 怕他出不了車 哈哈 那這一宗 我先說到差不多了 反正講一些手機新聞 跟著 都有一些是關於手機硬件事 但就不完全是有沒有新遊戲之類 是 其實呢 接下來也有關 應該都有新遊戲出的 都差不多講到明白 嗯 其實就是Sony 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家手上的電話 大部分的相機鏡頭 裡面那顆SIMMOS 都是Sony做的 是的 大部分 好像ZIMMS 都六七成 是的 基本上都 大廠的 大廠的 大廠都玩了 那它接下來又來了 嗯 又出了一顆新的 它這顆新的SIMMOS 就有4800萬像 是的 那麼 之前呢 因為華為也有一部 是的 但是那個就不是用Sony 的 它是用其他廠的 是的 那現在這次呢 Sony自己出發呢 因為其實也有一個質素的保證 雖然它自己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整體都是差不多了 不是 是不明白一件事 它一顆SIMMOS 是沒有問題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永世用在它 那些廠自己 自家廠的機器 就不行的 用在別人的廠 就很漂亮的 你是不明白做什麼事的 那樣東西 但是現在又有新的 現在又有新的 那那個型號 就是IMX586 那它呢 就厲害就厲害 就是什麼呢 那如果你要高像素的時候 就四千八萬像 但是它呢 就會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有一個夜景拍攝的模式 那樣呢 它就可以把四個Pixel變成一個 那麼就變成呢 在夜景的時候拍攝 就可以吸光吸多了 嗯 那麼就變成 拍攝出來的效果 會好過現在的那些很多 嗯 那它現在出來的試相看起來 就真的 都挺屈肌的 我現在看起來 那麼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值得期待的 還有它接下來的那部 X2Z3 哈哈哈哈 已經說了會用的了 X2Z3是不是正常那部 還是厚度 還未出 還未出的 X2 X3是還未公佈的那部 還未公佈 它公佈了會改一個設計嗎 這些 你自己想一下吧 一天還未公佈改設計 其他東西是完全不重要的 改設計再有震彈 再給你兩顆 那它做完這些東西 不止它一家 它拆出來用的 不止它自己用的 對不對 其他廠都可以用的 這麼說 經常做X2Z3之後 我已經看法了 我聽過耳機新聞 我會期待 這部Cmos真的可以 期待想用 但是你期待其他廠 如何運用這部Cmos 你現在是 不是期待X2Z3 自己的部機 用這部Cmos 不知道其他廠 用這部Cmos 可以做什麼好東西出來 那感覺已經是 是啊 那期待一下 那這家廠 不如再這樣搞 出出Cmos吧 不如 老實說 這也是只有Cmos 最賺錢的 它買機就想到 好像整個X2Z3 只是手機部門虧 是啊 那時候是直接看 抹擦部門的賺 那些到底是否是Content Farm 講Sony的事 到它有考慮過接 接了它 不敢做 不是 Sony之後有說 我怎麼都不敢接手機部門 有說過的 有說過的 有 怎麼都不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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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連DCEU都還沒接 他就不接 對 有你 他當然要講這些 對 對 當然要講一下 這個 阿謙哥 你覺得期待 他 你具體的X3 會不會期待到高座新聞 上去看看他的指紋 會不會擺位 都會不會 那麼好 都是的 到時看看 是 那要講完一些硬件新聞 再講一些貼地一點 再講一些香港有關科技新聞 是 制式那方面的新聞 是 話說現在 香港政府 已經在計劃 接下來的5G 那些人就很期待 因為他來 哪間公司拿到 其實他這次政府 直接說以行政方式 是 就是把那個頻譜 直接是免費 是指配給這個型辦箱使用的 那直接是不用你的鏡頭 那就是說 你是型辦箱就可以跟他拿去做 那他說每間公共的5G營運商 最多可以獲得這個800兆核的頻譜 那也都市民有問到 就是向這個經濟及發展局局長的邱騰華問 電話費會不會降低 那他就說 這次建議免除這個鏡頭 能大大減低的成本 他說不單止在流動通訊方面有幫助 也都希望借此降低科技應用 5G門檻 認更多人受惠 那其實也沒有合過 當然了 現在正在合 又這樣說 什麼說成本低了 那些電話商的成本低了 那我就賺了那些錢去 沒有說要給你們便宜給你們 都是隧道費的原理 你升級市民一雙情願 你就想減給你 是 那說到這個5G 剛才藍哥也說過 政府和那些商界 其實還沒有什麼很大的共識 現在他拿出來說 因為現在政府拿出來的頻譜 好像很棒 去到哪裡都可以用5G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原來5G 因為那些Hert數越高 那些射程就越低 那個穿透力 對 那現在就是說 新界的地區 大約有100萬人口 那個地區是用不到的 新界的地方 主要是新福的地方 說到你住得好事 所以就無聊你 你們已經是習慣了 寬頻我又沒有一塊 外賣又肯定叫得不多 外賣app又不做我的生意 沒有5G嗎 少試吧 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 我這些三等公民 都是有這個問題需要解決的 雖然這些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應該會談到這樣 可能會多建一些發射站 那些什麼 老生涯不是老生涯 哇 這樣很厲害 哇 你告訴我你有機會入新界 我綁你也有發射站 老生涯 扎到它變成T-Virus 那些什麼 別人研究都說沒事 扎到你變成電光超人 他變成Incredible Hint 那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5G的技術 現在廠商方面 是不是開發得很成熟呢 我自己覺得 就未去到一個很普及的程度 那又是給它時間 實實是現在4G做得不錯 不是一流 但其實4G算是這樣的 我們那個4G是限速的 但你至少不是說這個收不到 那個收不到 如果那個地方已經吃到4G 最好就不要用iPhone 那這個是電話問題 就是最好不要用iPhone 以前幾何時 3G年代 有些人突然間彈2G 彈出彈 現在其實4G老實實都沒有什麼 這麼說 某些電訊箱 在港鐵的範圍裡面 還是手得很差 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是 你幹嘛這樣說成哥 不要說哪個 不要說成哥 不要說成哥 一定的 火炭站就斷一次 九龍塘就斷一次 肯定的 你說電話也是 火炭 真的也是 對啊 我的經驗所談 港鐵難搞一點 但它又出回到其他地方 好像沒有斷的 我覺得 那個電訊箱的計劃 其實各後價都覺得挺厲害的 近來很流行的4G無限計劃 哇我看到 二百多三百來有 不用了 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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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一定有 一百多一定有 族那些就二百多 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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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補充剛才那些 接收問題 原因就是 它裡面有3.5G 和5G那個會撞 這樣撞的問題 Area 就不是伸縮那邊 這樣就是更加嚴重的地區 因為比較多人 就包括了沙田 大埔 馬鞍山 粉嶺 都未算最大黃 在港島那邊 赤柱 石澳 和南丫島 都是受影響的 就是那些沒有人權的人 那些打風 回不去家 但馬鞍山沒有粉 對 因為馬鞍山 剛才粉嶺那些都大鑑 這片是大鑑 你不用看著我說的 我也有粉 我們兩個一起 對 所以這麼多人有粉 我也要拿出來說 很開心 軒哥說的那些 你阻咒沙田 和帶人去拿衣服 說吧 夠膽說出來 不是 河水橋 我又不說的 我不是針對這件事 我是針對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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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輸了 好老實 不是 你那邊大 我們那些地方 想再刮個洞 起都起不了 對 真的難一點 去那邊整個 整個塔 起了一堆 整個線拉的星形 我那邊不行 真的不知道 希望 那個網絡做出來 好的話 無論是你不用5G 4G方面 價錢是否會再低一點呢 當年我記得 4G一開始 無限都好像三字頭 三百多 還是四百多 好像是 現在都回到八百多 到時的價錢會怎樣 大家可以再看看 是 那他就說 現在計劃 最快就是明年年底就有了 嗯 那能不能做到呢 到時再去看看 個案紀錄都是剩下半年以上 才開始 正式真的可以叫民用的時間 半年至一年 總會有些磨合期 4G、3G都有磨合了一些時期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 繼續留意一下 那我們今節 不如到這裏 差不多吧 好嗎 可能有聽眾奇怪 今天這節科技新聞好像這麼短 平時你不是的 你說了四五十分鐘 因為今天科技新聞 就把其中一部分 就拆了出來 又獨立成了一節 因為有些廠商都真的很努力 當然是努力 要表揚他們的努力 讚譽他們的勤奮 所以我們今天 會有獨立成一節的科技設施錄 好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看看今天 有哪幾間廠商來設施錄 休息一會 待會繼續科技雜訊版 我們下一個科技版 小學版 自行學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